这项大众咨询投票从12月7日开始先通过网络进行 并在上周六进行了现场民意调查 询问选民是否拒绝12月6日马杜洛当局推行的议会选举结果 希望更换政府 2018年大选 马杜洛受到广泛的舞弊指控 而后瓜伊多或欧美等几十个国家承认为临时总统 马杜洛当局在上周日推行议会大选中赢得了91%的选票 反对派则对选举进行了抵制 反对派和多数西方国家表示 6号的国会选举存在严重舞弊 而这一次大众咨询投票 反对派表示有将近650万选民参与 其中300多万人亲自投票 240万人线上投票 海外也有近84万5千名委内瑞拉公民参与 目前已经检视了87%的回应 显示了反对派抵制周日投票后的实例 公众咨询的最后结果目前尚未公布 参与者表示希望结果能够得到友好国家帮助 摆脱目前国家的困境 新唐人记者徐哲瑞丽综合报导 二十五公里期日投票 三十五公里期日投票 如果了ключ咨询投票